大家好,我是夏威 尤三姐的形象在抄本和课本之间是有变化的 织本中的尤三姐的确曾经和假真假荣父子有过亲密关系 但在成本中,它却变成了一个从始至终都是中真不二的严肃形象 为什么整理者会这么修改呢? 要谈尤三姐就不能不先说尤二姐了 他俩是不可分的 先说假真和尤二姐的关系 在第65回,假脸和尤二姐结婚以后 有一次假真趁着假脸不在家,偷偷的过去会尤三姐 被尤三姐痛骂一顿之后呢,也不敢轻易去招惹她了 织本大都是说 有时尤三姐自己高了性 敲命小丝来请假真才敢去 一会儿到了这里,也只好随她的便 谁知这尤三姐天生脾气不堪 仗着自己风流标志,偏要打扮的出色 做出许多万人不及的银情浪态来 哄得男子们垂涎落魄 欲尽不能欲远不舍 迷离颠倒,他以为乐 这里是说尤三姐长得漂亮 他自己也利用长相漂亮 而喜欢和男人游戏周旋 并且把将男人耍的团团转当作一件乐事 这是各种之本中表现出来的尤三姐的性格 但是到了成本就不同了 成本在这个地方有一段很长的话 是别的本子都没有的 成本把哄得男子们垂涎落魄 欲尽不能欲远不舍 迷离颠倒,他以为乐 这样有损有三姐形象的话给删掉了 用了一大段话来给他洗白 说那些男子们 别说假真假脸这样风流公子 便是一般老道人啊 铁石心肠看见了这般光景 也要动心的 即使到他眼前 他那一种轻狂豪爽 目中无人的光景 早又把人的一团高兴逼住 不敢动手动脚 所以假真向来和二姐无所不至 渐渐的俗了 却一心注定在三姐身上 便把二姐乐的让给假连 自己却和三姐捏合 偏大三姐一般和他玩笑 别有一种令人不敢招惹的光景 我们不能说成本和资本的 所有不同之处 都是成委员和高额自己写的 他们也是有敌本参照者修改的 所以这里也不能排除 有我们没有看到过的 这个抄本中 就是这么写的 这段话中 主要让我们知道了两个问题 第一是 假真曾经和游二姐无所不至 就是什么事都做 游二姐是假真玩腻了 才让给假脸的 第二呢 是成本中的这段文字中 所表现出来的游三姐的形象 和资本中的完全不同 它是玩为玩 但有底线 假真和假脸对他是不敢动手动脚的 基本可以明确 就是他和假真没有亲密关系 成本像这样给游三姐洗白的地方很多 再比如第六十三回 假静死了 假真和假荣回来奔丧 怕游氏一个人在家中忙不过来 就把游老娘和游二姐游三姐 接来宁国府帮忙 假真派假荣回家安排停灵的事 假荣一见到游二姐就说 二姨娘你又来了 我们父亲正想你呢 假荣敢当着游二姐的面就这么揭露 而游二姐呢 只是脸红 骂了他几句不疼不痒的话 就直接暴露了假真和游二姐的关系 当游二姐拿着运斗去打假荣时 资本中大都是说 吓得假荣抱着头滚到怀里告饶 就是假荣滚到游二姐的怀里 接着 更成本 蒙本 假成本 都是说 游二姐便上来撕假荣的嘴 吉毛本 是游三姐来撕假荣的嘴 但是成本就做了很不同的修改 变成了游三姐便转过脸去说道 等姐姐来家再告诉他 这里的姐姐指的是游二姐和游三姐的姐姐 游氏 这么一改就感觉游三姐是一个很正经的人 不愿意看假荣的丑陋嘴脸 还要向游氏告状 接着呢 假荣笑着跪在炕上求饶的时候呢 游二姐和游三姐都笑了 然后 假荣又和二姨抢杀人吃 游二姐嚼了一嘴渣子 吐了他一脸 假荣就用舌头舔着吃了 各版本这里基本都是游二姐和假荣 只有庚成本是游三姐和假荣 但是从庚成本的书写上来看呢 三这个字上面呢 上面那一行应该是后加上去的 庚成本有很多地方有这样的旁改 就是用别的本子的文字做参照 在庚成本文字旁边做修改 这个三字啊 比较明显就是后来修改的 原来是游二姐 但其实这里是游三姐 却显得更好 更自然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情节上 庚成本此处旁改的文字 是比较早的本子中的文字 作者原本可能是打算写游二姐游三姐 和假真父子都有不正常的关系 所以有这一段不堪的场面中呢 就游二姐和游三姐都参与了 丫头们都看不过 就提醒假荣说 热笑在身上呢 还说出了他们的丑事 曾经被人议论的事实 谁不背地里嚼舌 说咱们这边乱仗 然后知本 基本都是假荣正在口无遮拦的八卦 假府的风流运势 游老娘就正好睡醒了 假荣给他请安 但是到了成本 游三姐又被修改了 他看见假荣信口胡说 成本是这样写的 说三姐沉了脸 早下炕 进里间屋里 叫醒游老娘 这里就变成了 是游三姐看不惯假荣的行为 才去叫醒母亲出来制止的 显得游三姐和假荣游二姐 是不同的人 假荣临走之前呢 知本写 他又开玩笑说 我父亲每日为两位姨娘操心啊 要寻两个又有根基 又富贵 又年轻 又俏皮的两位姨爹 好聘嫁 这二位姨娘的 游老娘呢 只当是真话 忙上来问是谁家的 二姊妹 就是丢了活计 一头笑 然后一头就赶她打 然后说 妈你别信这雷打的 游二姐和游三姐 一路和假荣调笑 都不曾生气 也都是很愉悦的 但是成贾本当中 游三姐继续被修改 变成了三姐又训斥假荣 说别只管嘴里 这么不清不浑的说着 她不仅主动叫醒了游老娘 还不断的严肃的教训着假荣 第六十五回 支本人写的是 游三姐说 姐姐糊涂 咱们金玉一般的人 白叫这两个县世宝 玷污了去 也算无能 而且她家有一个极厉害的女人 如今瞒着她不知 咱们方安 躺货一日她知道了 岂有甘休之理 趁如今 我不拿她们取乐 作件准辙 到那时 白落个臭名 后悔不及 这是明白承认 自己和贾真有染 但也不能便宜了贾真 所以之后 她才会天天挑拣穿吃 打了银的 又要金的 有了珠子 又要保育 保食 吃的肥鹅 又宰肥鸭 然后或者不慎心的时候 连桌子一推 衣裳不如意 就剪断 剪成碎条 撕一条骂一句 究竟贾真 他们这些人 何曾顺意了一日 反花了许多媚心的钱 程甲本把游三姐最后一句说 势必有一场大闹 不知谁生谁死 趁如今 我不拿她们取乐 作件准辙 到那时 落个臭名 后悔不及 这段话给改了 变成了 势必有一场大闹 你二人不知 谁生谁死 这如何便当 安生乐业的去处 这么一改 意思完全不一样了 从原来破罐子破摔 变成了寻求正当出路的 奸真女子 希望有一个 安生乐业之地 第66回 柳香莲来退婚 知本基本上都是 游三姐说 今日忽见柳香莲反悔了 便知道她在贾府中得了消息 自然是嫌自己 淫奔无耻之流 不屑为妻 程甲本呢 把今忽见忽见反悔 便知她在贾府中得了消息 给改成了 便知她在贾府中 听了什么话来 把自然是嫌自己 淫奔无耻之流 不屑为妻 改成了 把自己也当作 淫奔无耻之流 不屑为妻 知本当中 她是承认自己 是淫奔女子的 她也知道柳香莲 也知道真相了 程甲本改过之后 就变成了 游三姐本来不是淫奔女子 而是柳香莲听信谣言 误认为她是淫奔女了 明显就是要给游三姐洗白 说她和贾真 贾荣 毫无不正当关系 是被诬陷的 被冤枉的 还有 知本在写 游二姐嫁给贾连之后 一再有 如今改过这样的话 写游三姐决心 嫁给柳香莲的时候 也是多次表示 她在改过 程甲本把游三姐改过的话 全给删掉了 而且 游三姐自问之后 知本中 柳香莲精神迷乱 恍惚当中 看见了游三姐 来跟她说了一大堆话 其中有这么一句是 来自晴天 去由晴帝 前生物被晴获 经济齿情而绝 与君两无干涉 这里的齿情 就更明确的告诉我们 她是以自己往昔的行为为齿的 她表示自己是因为齿情而觉醒的 和柳香莲没有关系 但是 程甲本把这句话全都删了 变成了柳香莲迷乱中 想要去拉住游三姐问 然后游三姐一摔手 便自去了 没有那段话了 总的来说 在治本中 游三姐并非一个 洁身自爱的女子 她也很喜欢和男人们周旋取乐 虽然也想找一个好男人嫁了 但在礼教社会 她的行为在世人眼中 就是淫荡不羁的 不是好女孩 可是在成本中 她就是一个出于泥不染 不可侵犯的女子 是被谣言重伤和冤枉的人 版本的不同 出现了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游三姐形象 那么为什么要修改呢 有人认为 是程高觉得 一个淫荡的女子 怎么可能去殉情呢 这样的人物性格是有矛盾的 所以她就把游三姐之前的 所有看着过分的举动都删掉了 给她改头换面 成为从始至终 都对自己严格要求 有节操的一个女子 曾经有一位很有影响的研究者 非常喜欢游三姐 理由是 她有忠贞不二的品行 出于泥不染 在她等待柳香年的时间中 吃斋念佛 真个是 非礼不动 非礼不言起来 后来呢 又能耻情自吻 认为这种行为 是令人敬佩的 徐凤仪在《红楼梦》 偶德当中评价说 游三姐 性情激烈 女中丈夫也 认为都是因为 她的生存环境不好 才会令她不得不 洋装作态 玄丸 顽固 是迫不得已 才是假装张狂的 周璇在 顽固子弟中间 红秋帆 《红楼梦》 绝影 评价说 富人从一不二 知死迷他 不为义 则为情 游三姐 欲嫁柳香年 一年不来等一年 十年不来等十年 死了不来 当姑子 吃长斋 又当着假脸 折瞻为事 这样的心 死心塌地 绝至尾身 为义呼 为情呼 大家喜欢游三姐 似乎都是冲着 她是一个正派的女子 或者是积极修正 成为正派的女子 都是从道德出发来评价的 文学批评 虽然不能排除 道德评价的介入 但道德却不应该成为 唯一的审美标准 即便游三姐 就是知本中的游三姐 美丽开朗 自由自在地活着 在想要玩笑的时候 玩笑 在想要追求所爱的时候 就大胆追求 对待那些 想要侮辱自己的人时 就请君入问 想玩想疯 也要尊严 不行吗 谁说这样的女子 就不能殉情呢 而能殉情的女子 就一定是始终 洁白无瑕的了 再说 所谓的洁白无瑕的标准 又是什么呢 作者所说的这个耻情 其实仔细推敲 就是存在着一种 批评她的成分在内 还是认为她不干净了 以自己为耻 才去死的 说白了 就是羞愧死的 其实 从现实生活中看 给她的选择并不多 在礼教社会中 一步行错的女人 要么活着受辱 要么死了干净 她能选择死去 本身就是要免除这个活着受辱 我觉得游三姐之死 最有力量的内涵 应该是她不干受辱 以生命祭奠理想才对 而不是什么耻情 窝囊的羞愧而死 所以游三姐这个人物 是有争议的 从文学上看 充满着矛盾 充满着多种情绪的女子 难道不是一个更值得探讨的 仙宁生动的人物形象吗 这次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